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在8号发布公告说 截至今年6月 全球平均的气温连续13个月创下新高 而且连续12个月 比起工业化前水平高出了1.5摄氏度 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目标 到本世纪末 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 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 并未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 公报数据显示 自2023年7月以来的全球平均气温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比工业化前平均气温高出1.64摄氏度 数据还显示 今年6月 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16.66摄氏度 唯一有记录以来的最热6月 此外 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已连续13个月创同期最高记录 气候变化正加剧野火状况 英国《自然生态学与进化》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 基于卫星传感器测量的火灾辐射功率 计算了从2003年到2023年间 不同火灾释放的能量 然后从3000万次火灾中 选取了释放能量最多的2913次野火 研究发现 在过去20年中 极端野火的频率和强度都增加了约一倍 且极端野火数量最多的6年都出现在2017年以后 此外 在一些地区 尤其是北方和温戴真夜林生物群落生长的地区 出现了更多剧烈火灾 这可能与近年来 气候变化导致这些森林干旱度上升有关 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地球观测和冰川学领域学者斑驳 日前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 强度越来越大 今年人类会看到更多的极端天气 也会看到更多的野火 他呼吁各国采取行动 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